各位HECON的朋友 線上的朋友 還有現場的朋友 大家好 然後我們今天這場的題目是有關惡意城市的一些研究 那是由鄭熙斌老師跟他的學生楊濟欣做了一個research的題目 那這題目很有趣 你可以想像是幫這個駭客的惡意城市做免殺的一些方法 然後他們就會更系統化的方法來做這個research 然後來繞過這些正常掃讀軟體或是檢測工具的一些偵測 那由於鄭老師目前在隔離中 所以今天他是線上用這個千里傳音的方式的直播 那所以前面20分鐘會給鄭老師的那個影片預錄的 然後後面會給他的另外一位member 就楊濟欣來做後面的補充跟說明 那我們把時間交給鄭老師 那今天我非常榮幸能夠在 連續兩年能夠在一趟發表關於AI security相關的研究 我今年想要跟各位分享的題目是關於基於圖特徵 惡意軟體檢測器的 結構型對抗式樣本 那今天的這個演講會由我和基辛兩位演講者 來跟各位說明 那跟各位首先跟各位說明抱歉 由於我帶領DEFCON 台灣台灣參加DEFCON CTF 所以其實今年就沒有辦法 私體的跟各位介面必須要用預錄的格式 那我也是本身主持教育部 AI3的人才培育計畫 從2005年到這邊8年了 然後是做學生的資安教育 然後也從去年開始也幫助CCOE做 有關於業界從業人士的資安的技術的培養 那我研究主題是以5G的安全 關於有關優惠基站的攻擊等等的 還有防御的部分 那今年已經連續兩年在HICON 做一些5G village 有白血攤位大家可以去參觀 那再來的話是跟IoT的系統安全的部分 有過一些frameway relation跟rehousing一些題目 那再來的話就是有關於AI的安全 那這個AI安全我們會比較探討 是在應用在AI的安全的 應用在安全上面AI系統的安全為主 那相關成果也有蠻多一些發表 好 那應亂一位是我們的技型 那現在也是已經也是參加過台灣好厲害 那現在是剛畢業要去工作 好 那今天來跟各位介紹的主題 就是有關於adversial attack 在去年的HICON很榮幸的 發表了一篇關於battle attack的部分 是怎麼樣去污染這個training的時候的一些data 使得這個detector它在真實在判斷 mailway的過程當中 因為已經受污染的關係 所以看到特定trigger的mailway 就會把它認為是beenadeware 所以如果一個mailway放一些特定trigger 它就會把它變成錯誤 但是backdoor attacks為人勾兵的問題就是 它必須去污染這個資料機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假設 那我們做資安都希望這個題目是能夠 是越practical 越好 所以其實在攻擊machine learning model上面 比較有名的方法還是比較偏像 今天要跟各位說的diversial attack的東西 因為它是在testing的階段 直接去攻擊這個detector 那它是比較合理 而且是比較可能實際會發生的一些技術 好 那今天的這個前半段會由我來簡單的說明 後面就會有記性來說明 那我們也可以知道說在傳統的 我們的在做mailware detection的時候 我們是通常就用policy或是signature based 我們要知道一些特別的特徵 那所以在判斷一些位置的sample的時候 其實是比較難去做判斷 那machine learning就因此而生 它可能幫助我們去判斷 也透過大量的training 有機會去判斷一些位置的mailware 而且由於這個machine learning 它可以看到很多更細緻的地方 那可能會比我們人工去看 更加的有效率 而且在做一些特別的一些擾動啊 或是特別的一些packing的時候 可能machine learning也有一些特別的技術可以做到 那相較於需要透過建置煞箱 然後呢讓mailware去執行之後 然後得到它的正式運作流程 再去做判斷 像dynamic analysis的話 set analysis相對來說真的是比較 需要比較少的overhead 而且它的好處是 如果這些mailware 它們在分析的過程當中 如果我們都可以找到一些 共同的一些feature的話 那很有可能我可以透過training 這個某個架構的mailware 然後那我去判斷另外一個架構的mailware 可能可以做到close-rteature analysis 那但是 就像我本身也有在做這個 IoT的season的rehosting 所以知道說在做dynamic analysis 前面的建置煞箱實在是耗費太大 所以現在主流的mailware detection的發展技術 還是用靜態分析為主 那靜態分析的基礎其實 也可能都會也都不陌生了 我們就簡單做一個分類 第一種就是所謂的binary-based的 binary-based就是我 我等於說我把這個檔案呢 全部都一口氣吃進來 吃進來之後呢 我直接把整個binary拿去做判斷 或者是我們把它轉換成一個灰激的圖 然後直接去利用在影像處理上面 非常成熟的這個AI的model 來去做分析跟判斷 那整個binary之下 這種東西我們就叫binary-based的 那其實有很多現有的model 尤其在學界 我們可以知道什麼 這種mailware分析的一定在業界啊 好像很多公司 他們都已經有很成熟的技術 但他們不會發表嘛 就是不會公開一些技術的細節 那在學界一開始的一些分析 基本上都是用binary-based的 那以各位先進來說 當然這個已經是 不是非常好的方法 有太多方法可能可以逃避它 那第二種的方式 我們叫signature-based 有点說有点像 我必須要從這個binary裡面 去extract出某些特別的feature 那這些特別feature 能夠represented 它是有代表性的 它可以去代表這個binary 甚至如果這個代表性 是跟語意有關 那當然是更好的 所以其實這個signature-based的概念 其實就是 我去看它的一些header 一些特別的資訊 或是我去看它一些printable string 就是有人裡面可能會寫一些註解 或怎樣之類的string 或者是我透過更高階的方法 我去透過一個reverse engine 或是dessembler 去得到它的op code 那在op code的level上面 去做分析的話 那如果我們現在能夠抓到這些分析出來的結果 它其實真的能夠代表這一個惡意城市的行為 那有惡意城市這些行為 所對應到這些op code 如果再被增設到的話 就代表它也可能是一個惡意城市 那這樣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比較完美的狀態 所以其實這種op code base的方式 其實就是現在非常主流 那據我們所知它的 它的這個所謂detection的成功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那現在又有一種新的模式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要探討 是不只是做惡意城市的偵測 是要做惡意城市分類的時候呢 這structure base就又更能夠去辨認 不同種類的惡意的malware 它的一些惡意的行為 是稍微有所不同的 那這樣的方法其實就更加的複雜 我等於說我可能要拿到op code之後 再用op code的再去組建出control flow graph 做function code graph 去了解這些就是每一個function 或是一段城市之間 它的一些關聯性或是運作流程 它讓它更某種程度上 更應該可以代表這個城市 這個binary它運作的一些細節 更有代表性 所以在套用machine learning model的時候 然後這樣子的structure base的這些feature 它可能就相對來說 就更加能夠抓到這個惡意城市 這個target binary的一些behavior 或是它的一些simulity 那我們其實基本上就想要探究說 在這種比較強的detector上面 是不是還是有辦法可以繞過它 對它做攻擊 大概就是我們今天想要探討的主要題目 所以我們就回到原本的 the virtual attack這個題目上面 基本上我們其實就是希望能夠插入一些 不輕易被察覺的一些擾動 然後到我們的sample裡面 使得這個惡意城市的分析器 不管它是所謂的binary base 它是signature base 或是structure base的 它會因為我們插入這些擾動 而使得它變成錯誤 那我們就可以認為說 如果有這樣子的adversal attack存在的話 它其實基本上就可以來分析 這個machine learning model它的robotness 大家也知道說 雖然我剛剛提到在圖像領域 machine learning的model其實非常的成熟 但是它也因為它的currency非常高 所以它的決策邊界都非常非常的 受到依附在trending的model上面 所以我有很多方法可以繞我的決策邊界 然後來達到一個最佳化的 被錯誤判斷的點 所以其實我們是否可以套用 原本在image classification上面 這樣子的很成熟的adversal attack 到我們的mailware detection這個領域上面呢 尤其現在mailware detection 都開始用machine learning model了嘛 那這是不是一個好的研究的方向 這也是今天會想要順便探討的一個議題 那我們認為說 這個adversal attack的確就可以來去測試 這個machine learning model的robotness的一個方式 而相較於image影像裡面這個判斷的問題 我們認為在mailware detection上面的判斷 更是更加的重要 因為image判斷可能判斷錯誤 影像判斷錯誤嘛 那再判斷一次可能就判斷正確 可是mailware如果判斷錯誤的話 可能這mailware就逃脱了這個detector 就進入到後面 就流竄出去了 那可能造成的影響就會非常的嚴重 好 所以在我們認為一個 在mailware領域 mailware detection領域上面的adversal attack 大概會分成底下的幾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當時我們要先產生出一個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是有一個mailware 我們的目標期望 希望是我們在這個mailware裡面 插入了一些payload之後 或是讓它能夠躲避出我們的目標detector 而能夠變成一個好的adversal sample 好 那當然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怎麼產生payload payload generation其實就是第一個議題 我們怎麼去產生payload這個payload 那我們可以知道這邊有一條線 其實就是某種通常告訴各位說 其實這個payload generation非常非常dependent 非常非常依附在我這個mail detector 它的它是用哪些懂 它是看中哪些資料 例如說剛剛我講的這個binary bay 它是看所有的 那它如果是看所有的 我是不是可能就可以看整個binary 我可能是不是就可以在某些地方插入什麼 但它整個看起來就不一樣 如果說揮去的圖我讓它變成完全是不一樣的圖 那它可能就會判斷錯誤嘛 那如果它看的是這個比較偏向是signature-based 然後是obicole 那我是不是可以插入一些特別的obicole 例如說我把這個加4改成這個ad4 我把它變成sub-4 那這個時候obicole看起來是比較不一樣 但它的語力還是一樣 或者是說如果它看的是一個structure 那我看這個structure的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在structure裡面多用一個function 再用這個function去call in來一個function 然後這個function再去call in來一個function call一大堆空的function之後 讓它看起來這個structure有所改變 但是原本的語力沒有改變 那這樣子我是不是就有可能會逃脱 所以這個payload generating 其實是真的會跟mailware detector 是有很大的關聯性 那所以我們的generate方式有很多種 可能我在原始marlayer去產生的 這樣的這個案例非常的少 在可能在就是android上面可以做到這樣子 那可是在IoT這種狀況之下 其實我很早會有原始marb的 然後我產生出來這個payload 它到底是有什麼意義的 例如說剛剛這個 等一下我們會再細講 有些可能是有意義可能是沒意義的 那我可能會加入很多benight station 還是我加入很多很多benight station進去 那它看起來很像個benight 那這些payload sequence 會進入到第二個部分 所謂叫payload ejection的過程 payload ejection意思是說我要怎麼把它插入到這個payload裡面去 我們往往說 這個這個地方是往往是在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mailware detector上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塊 因為在影像處理上 它基本上它就是已經在feature space上做事情 我們如果是已經把它變成一個feature space 例如說我們就是在opcode上面去 我們已經看到是printable string 我要怎样辦法去做一些printable string的一些 擾動 可是到底這些擾動怎麼樣插回去在這個mailware裡面 這其實是跟我們資安技術是比較有關聯性的 所以這一塊也是蠻重要的一個引擎 再來就是說我們有個叫attack efficiency optimization 我們怎麼樣子透過mailware不斷的插入去最佳化我們這個payload的generation 我們希望我們插入這個payload它能夠不要太大 然後它能夠有隱蔽性 而且我們希望我們在做這個計算的時候速度要快 這些都是我們在做一些相關研究一些很基本的一些條件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說在mailware detector上面的一些挑戰有哪些 首先是我們會先知道說 比如說在一個problem space一個binary 其實我們知道binary其實是有格式限制的 它不能夠任意的去更改 它更改之後它可能就不符合這個ELFile 像我們這邊有看到ELFile的一些格式 那不符合這個ELFile它可能就已經不會被recognize 認知為是一個它就沒有辦法去執行了 所以其實當我們透過AI的方式 我們把一個binary file裡面的想要看到的那些feature 截取出來之後變成一個feature space 那我們在feature space上去擾動之後 我們還可以返回變成一個可以執行的binary檔案嗎 這其實是很難說的 所以換句話說你這個feature space上的擾動 其實這個transformation是要有一個available的 你不能夠擾動之後 沒有辦法transform回去成原來的一個binary 再來第二個挑戰是 除了它要能夠是可執行之外 我們還要確保重點是什麼 我們希望是一個讓mailware能夠逃脱這個detector 那如果我們在改的過程當中 讓mailware變成了binaryware了 我們在改的過程當中 把它改成變成它的惡意行為消失了 那其實就沒有意義了嘛 那當然它可以避過detector了 但是它就沒有意義了嘛 所以換句話說 你這個擾動其實還要滿足第二個條件 你要讓它的functionality是preserved 說直白眼你要讓它的惡意行為是維持的 再來第三個條件就是我剛剛講到 我們的攻擊要是有效率的 我們的攻擊的時間 攻擊的size 希望都是越小越好 好 那經過我們這幾年的研究 我們發現說 其實在這個領域開始漸漸有起來了 原本都是做AI的領域來做 那這個領域開始收到很多做資安領域的人的重視 那大概會分成兩個 我們會把剛剛前面的方法來做一個分類 首先是在 co-level做payload injection跟generation的 跟我們在binary level做injection跟generation的 那co-level做injection的話 其實你可以想想看就是說 我現在的做法就是我直接把 我有它的原始碼 那我它的原始碼基本上我就開掛了嘛 我就可以知道它所有的一些細節 那當然而然我就可以在原始碼去做一些動作 使它保留惡意行為 但是它卻針對 例如說針對struture或針對opcode based的方式 我都還是可以用一些方法去躲避它嘛 因為我就可以加很多很多的沒有意義的loop在裡面 那我可以加很多很多可能沒有意義的程式碼在裡面 都不會執行 實在它整個opcode看起來完全跟原來不一樣 或是看struture看起來跟原來不一樣 所以我可以做一些code injection 或做一些rewrite code的一些方法 但是正在co-level做的helloinjection跟generation 其實是有點太強大的假設了 我們IoT的這種binary通常是沒有辦法拿到原始碼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很難做到這樣子的攻擊 那第二種攻擊就是我們比較合理一點 我們是在binary level上面做的攻擊 在binary level上面做的攻擊 就等於說我現在的injection是在binary level上 我做它的binary 那我就直接inject在binary裡面 那這裡面我又分成兩種 就是你插進去的payload是有沒有意義的 首先是min list的這種payload min list的這種payload 其實基本上我現在塞進去之後 它可能就是它原來就是一個by sequence 然後我就直接塞入一些by sequence 這些by sequence它其實基本上就是一些沒有意義的binary sequence 我就塞進去之後我經過 因為通常這種面對的這種min list payload generation的話 它可能大部分是op code based detector 或者是所謂的那種吃所有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binary based detector 這種detector就是說 例如說我現在是看整個binary 所以我就塞了很多沒有意義的東西 在我們的一些padding的位置或什麼之類的 那使得這些padding的位置 那就使得它整個的這個程式碼 看起來就完全 那整個這個binary看起來就跟原本的不一樣 或者是基本上它是一個op code base 我需要做一個變化的op code 我也可以塞入一些沒有意義的一些op code 使得它看起來是不一樣 那通常這種min list的payload generation 都是在哪裡做呢 都是在這個 就是在feature space上面去做 就是已經extrap出來的level上面去做的 然後在上面去做最佳話 所以它承認出來這些payload可能是沒有語意的 那另外一種是比較所謂像 mininful的payload generation 這種mininfulpayload generation的話 就會完全不一樣 它基本上就是 我可能要先去解議它 先去把它的op code拿出來 然後去了解它op code的語意之後 我想辦法去插入一些op code 那這些op code都是有意義的 然後把這些有意義的op code插進去之後呢 我再把它用assembler變成binary檔案之後 再把它這些binary放到相對的位置去 這樣的時候被插入的那一個mailware 因為插入了這些已經分析 而且有意義的這些op code 它就可以能夠騙向更高段的 這些op code base或structure base的這些detector 所以基本上你可能可以用一些 rewrite op code 或是用一些semitic NOV插進去 使得你產生一些mininfulpayload generation 好 那我們這一篇演講的目標其實就第一個 我們想要再針對的是structure base 這種高段的detector 然後呢 第二個我們希望我們 我們是用在binary level的 一個合理的解釋 而且我們希望能夠插入一些mininfulpayload generation 那最後我們就來做一些簡單的總結說 在這個領域上面有什麼樣的一些挑戰 首先的話就是說 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把剛剛這邊做一個簡單的總結說 我們現在假設左邊是problem space 右邊是feature space 在problem space上面呢 我們可以每個點上面都是一個mailware 那我們現在希望能夠做這個feature的extraction 然後呢 做feature extraction之後 我們會到我們feature space 在feature space上面去做一些擾動 那擾動過的結果 它可能對應回去 不一定會是一個可以執行的EOFile 或是一個可執行的 那它就不滿足availabletransformation 或者是它它回退回去 它可能會變成一個benight了 那這個時候也沒有達到我們的functional preserving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在這邊 就隨便上做擾動回去之後 還是是一個mailware的領域 而這個mailware卻可以逃避這個detection mailware detector 所以我們這底下是一個problem space 那我們看上面 其實左邊這就是一個傳統 我們在做惡意層次逃脫的一個技術嘛 惡意層次逃脫技術其實也在沒有mailware的時候 或是我們不管detector怎麼做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我們就專注於 我們怎麼去修改這個binary file 做modification 它仍然是一個mailware 但它卻可以逃脫detector 這就是我們原本資安領域常在做的惡意層的套多 但自從detector 換成有machine learning的能力之後 很多做machine learning AI 領域的人就也進來 想要把原本在image consification的方法直接套用過來 但是當他們套用過來的時候 就會有剛剛講的那些問題 對不對 就是available transformational functionality preserving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其實需要考慮 我們不可能直接在visual space上面去做這樣子 純粹只在上面做point learning 然後就想說我在數學上面去計算出一個最佳化的點之後 它就一定是一個最好的結果 所以當 不可併免 如果現在我們的detector開始用了machine learning的model 那勢必這兩個領域會漸漸漸的合一 那像兄弟登山的感覺 那對於做這個純作AI的這樣的領域的學者而言 怎麼樣子去設計一個有限制的permutation 使得它permutation的結果一定會落在是一個mail weight以下 這其實是一個蠻難的題目 因為他們可能沒有資安的背景 或者是說他們即便設計出來了 也可以對照出來的但怎麼去塞入這樣 這個點在這邊 但是他不知道怎麼從這個點變這個點 怎麼在實際的方法之下去把它塞入某些東西 讓它變成這個點 這就是剛剛講的permutation部分 其實在對AI的人來說也是很困難的 而在做我們做這個machine 這個就是傳統做方法 我們擅長的是我們知道從怎麼從點一個變成一個點 但是我們在從A點變成B點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並不知道被給我們修改過的這個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一定可以逃脫這個machine learning based的detailer 或者是其實有比它更好的結果 因為在右邊的這邊我們可以變成一個數學模型去算最佳化的結果 但在左邊其實我們是一個engineering的狀況之下 我們怎麼去設計 所以engineering的狀況跟mathematic這兩個地方怎麼去做整合 透過machine learning做整合 而能夠利用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讓我們可以找到最佳的節點 那其實就是我們現在在努力的目標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時間交給寄 那後面就由我來繼續後面的報告 那首先呢我會先介紹一下四篇跟我們的研究比較相關的relative work 那首先這篇是歐陽等人所提出的兩種的detector 他們分別是這個cfg-based的detector呢和OP code特徵的detector呢 混合CFG特徵和OP code特徵的detector 那並且他們透過這個code level的attack證實說同時具有cfg結構特徵還有OP code特徵的detector呢 會比單純使用cfg結構特徵的detector還要更加的robust 那為了要讓我們的攻擊呢可以廣泛的應用 因此我們這邊就以他們所提出的這個detector來作為我們的目標detector 那詳細使用的特徵還有分類如右下角這張表 那這邊是兆等人所提出的針對這個fcg結構的code level check 他們透過這個reverse learning的方式呢去找到對於模型而言重要的邊 並且使用他們所提出的四種可用的轉換來修改或重寫code來完成他們的攻擊 那他們的缺點就是他們的計算成本其實是非常的高的 因為每生成一次新的圖就要重新計算每條edge的t度 然後來選擇最有影響的node或edge 那這邊呢依照我們前面剛剛提到的分類呢 它是屬於這個binary level的meaningful attack 張等人提出了以這個reverse learning的方式去選擇適合攻擊的block 以及他們決定要插入的這個semantic NOP來完成他們的攻擊 那並且他們的攻擊模型是針對這個gm model的 那由於他們gm model使用的這個node的特徵呢是跟這個opcode相關的 因此他們利用這種插入semantic NOP的方式去進行攻擊呢 就可以獲得了不錯的成效 那這邊是Lucas等人所提出的 他們透過這些不同的轉換方式 像是等價的opcode或者是在不影響程式語役的情況下去做這個opcode序列的調換 或者是把opcode移位等等的方式去實現他們所提出的這個binary level的meaningful attack 然後那他們的攻擊模型呢是針對這個binary based的model 並且也有達到非常高的evasion rate 那這兩篇就最後這兩篇的攻擊方法呢雖然都獲得了不錯的成效 但他們的攻擊方法其實對於我們今天的目標這個structure based的model呢是不太具有影響力的 那我們整理了剛才所提到的四篇 然後依照這個目標模型所使用的這個feature類型 然後payload generation injection的分類 還有他們所使用的這個攻擊策略來進行整理 然後也跟我們所提出的內容呢去進行一個比較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方法的部分 首先呢我先說明一下攻擊的背景設定 攻擊者他本身是具有對於這個目標模型黑核的訪問權限 那黑核設置當中呢攻擊者就只能獲得模型對於給定樣本的預測分數 也就是confidence值的部分 而無法獲取那個模型額外的資訊 像是架構參數等等的都不知道 那我們的目標呢就是要生成一個足以誤導 detector 將這個樣本分為良性的這個adversarial example 然後另外呢就是要做到functionality preserving 然後確保這個執行檔呢是沒有被我們破壞的 並且還有保留他原本的2E功能 那這個是我們的framework 而我們是透過四種所提出的payload類型 然後搭配兩種不同的演算法呢 去對這個目標的detector去進行攻擊 那我們透過將這個OP code對應的binary 塞進原本的2E軟體當中 然後將新生成的檔案呢透過這個特徵提取之後的過程 然後交由模型去預測 那演算法的部分呢則是會根據每次迭代的獲得這個預測的分數呢 去進行這個payload序列的調整 然後最終生成我們的對抗式樣本 那其實先前我們實驗室的研究當中呢 就有提出以加入CFG紫圖結構方式去對這個基於圖特徵的2E軟體檢測器 進行攻擊 那這些呢是我們實驗室所提出的payload 首先是這個structure類型的payload 主要就是透過操作OP code呢來形成幾種不同的CFG紫圖結構 那我們主要就是以這兩種紫圖結構去進行攻擊 然後再來呢為了要影響到這個OP code的特徵 我們也透過操作一些不會影響到那個register內容的OP code 來形成我們的OP code類型的payload 那主要可以分為這兩種類型 第一種是transform的OP code 主要就是透過一些無意義的暫存器交換 像是moveRx到Rx這種所形成的payload 那第二種呢osomatic的payload 就是透過一些無效的運算所形成的payload 像是and的自己就是andRxRx這種無效運算 又或是我們用兩條等價的指令所組合而成的無效運算 那接著說明我們的攻擊的位置 為了要確保不會破壞掉這個程式版的功能 然後可以插入這個可以執行的指令 來對CFG的結構去產生影響 我們攻擊的位置呢是選在所謂的cold cave 那通常一個檔案當中呢可能會存在許多的cold cave 那我們選擇的是這個可讀可執行的low segment的結尾 來作為我們注入這個payload的位置 那我們在cold cave當中注入這個精心設計的OP code序列 然後將程式原本的entry point 以我們的payload所取代 最後我們會將payload的結尾 再指回本來的這個entry point的位置 來保留程式本來的功能 這意味著程式呢會優先執行我們所注入的指令 而我們的指令又不會去改動到這個register裡面的值 然後在執行完之後呢就會接去本來的程式了 因此我們就有做到這個functionality preserving的部分 那利用這個cold cave的優點呢就在於說 它其實不會對這個檔案的大小產生影響 因為就是許多檔案當中都會有的一段未利用的空間 但大多數情況下其實像這個cold cave的空間 它可能不足以完成我們的攻擊 那我們就會透過修改這個program header table 或者是section header table的方式 去擴展這個可以利用的空間 那儘管如此我們使用這個cold cave的方法呢 依然讓我們的攻擊方法 節省不少花費的byte數 那我們的攻擊策略的部分主要是這兩種演算法 第一種是heal climbing algorithm 它主要是類似greedy的策略 它透過疊代的方式呢依序加入四種不同的payload 然後再選擇下降最多的這個payload序列去進行攻擊 那第二種呢則是我們稍微優化過這個optimization algorithm 那我們首先為了避免找到最佳解的過程當中呢 落入這個local minima而添加了這個隨機參數 好讓我們的攻擊演算法有一定的機率 有一定的機率不會接受現在這個解 然後來增加我們找到最佳解的機會 那另外呢我們也觀察了對於不同模型攻擊的結果 當中這個confidence值下降的過程 其實是呈現類似階梯狀的 也就是說它其實具有許多的停滯期 因此我們添加了一個動態調整的function呢 來讓我們的攻擊演算法可以實時的 根據這個confidence下降的變化量 去調整它一次需要注入的payload 來減少攻擊的疊代次數 然後加速我們整體攻擊的過程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實驗設置 為了要有效的去評估這個目標的detector 我們一共蒐集了14000多個IoT的樣本 來做為我們的dataset 那我們將dataset的80%呢 作為我們的training dataset 而20%作為testing dataset 詳細的分布可以看到 右上角的那張表 那如同前面所說的 我們一共在這個random forest SVM XGBoost以及DNN等四種模型上 實現了歐陽等人所提出的這個 CFG-based detector 那特徵選擇部分呢 我們是使用這個structure-based opical-based 還有混合兩種特徵類型 這三種不同的特徵設置 那混合這種我們後續會稱為hybrid model 然後將這些模型呢 作為我們實現對抗式攻擊的這個目標模型 可以看到 其實所有detector都有達到95%以上的accuracy 那其中hybrid model的話 都有達到98%以上 那詳細使用的特徵還有分類 是可以看到左邊這張表 然後右側呢 則是詳細的各個model的準確率 就是training跟testing的accuracy 那接著是我們的實驗結果 我們隨機挑選了101個2E的樣本 然後分別在三種不同特徵設置上的模型呢 去進行攻擊 那攻擊的模型包括了random forest svn chargebooster 還有DNN等四種不同的模型 那實驗結果可以看到這張表 可以看到說在所有的模型 幾乎都有超過90%以上的evasion rate 那只有在這個opical training出來的 DNN上面表現得比較差 但這個是由於我們的payload 主要還是以對這個structure 產生影響為主去設計 那在evasion rate的部分呢 我們優化過後的這個OA演算法呢 還是有稍微比原本的 hero climate algorithm evasion rate上升一點 然後在append size的部分呢 也可以看到幾乎都有 就是小幅度的下降 但由於我們隨機化參數的設置 可能在一些比較容易攻擊的 像是這個structure model上的話 反而效果不是那麼的明顯 那比較明顯的是在這個 iteration的部分 可以看到說 我們的optimization algorithm呢 它是在 它所花費的iteration 都是大概本來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已 就代表說 其實我們優化過後的演算法呢 是大幅減少了這個 攻擊的迭代次數 也就是說它 減少了大概三分之二左右的 攻擊的時間 那這可能會導致 攻擊者在攻擊過程中 更不容易被發現 那這個部分的實驗呢 總結來說 我們透過這個cfg的指圖呢 去對這個目標detector 進行攻擊 然後透過了優化的演算法 來讓我們更有機會 找到最佳的解 然後提升了evasion rate 也確實有效的去減少了 我們的攻擊的成本 那繼續先前剛的實驗結果 我們要進一步去研究了這個 對抗式樣本呢 在不同模型之間的可轉移性 來了解轉移攻擊的可能 然後以此作為我們 分析模型 Robinus 的一個依據 那我們將其中一種 模型生成的對抗式樣本呢 轉移到其他使用 相同特徵級的其他模型當中 然後記錄了這個 Evasion rate的變化 那其實圖中 顏色的深淺呢 就代表了對抗式樣本 成功轉移的比例 顏色越深呢 其實攻擊成功的樣本 比例就越高 那實驗結果表明 其實structure model可以看到說 在圖上這三個部分 其實structure它的顏色比較深 也就代表說它 其實比其他兩類的模型 都更容易受到我們的 這個structure attack 印象 那除了轉移到這個 DNN 的樣本轉移率比較低 就是大概都在 就是這個部分 大概都在25%或以下 那其他模型之間的樣本轉移率呢 其實是在45%或者是更多的 那其中DN生成的 這個對抗式樣本呢 在這種structure model上面呢 甚至樣本轉移率可以高達 就是99%這麼高 也就是代表說 其實structure model的 Robinness是比較差的 那同時呢 我們也發現說 相同類型的model之間的 樣本轉移率是比較高的 像是random forest跟XGBoost 他們同樣都是屬於這個 tree-based的model 那他們在三種不同特徵設置下 這兩種模型之間的樣本轉移率呢 普遍就超過了45% 甚至部分模型的樣本轉移率 高達76%這麼多 也就是說其實攻擊者 他並不需要對這個目標模型 有太多的了解 他仍然可以透過攻擊這種 具有相似結構的模型呢 就可以非常有效地去實現 他們的轉移攻擊 那從途中我們發現說 在這個OP code model上面呢 tree-based的model 其實是具有比較高的樣本轉移率的 而在這個hybrid model上面 則是這個SVM跟DNN 表現的比較 有比較高的轉移率 那這代表 而這些模型呢 在防禦來自其他 模型生成的對抗式樣本呢 也具有非常好的效果 也就是說它的轉移率是特別低的 那就代表說這些模型 它其實是更具有Robinx的 那我們相信這個為我們未來 就是選擇不同feature 它適合的模型 提供了一個參考的依據 那最後 DNN生成的對抗式樣本呢 在三種不同特徵的模型上面 基本上都具有非常高的可轉移性 那防禦其他模型生成的對抗式樣本呢 也具有比較明顯的效果 可以看到說 就是可能這些部分都是比較淡的 那總體而言呢 所以DNN模型就是我們 實驗當中最robust的model 總結來說呢 其實我們都是提出了一個 Functionality preserving的 meaningful adversary attack 然後透過不同的實驗呢 去評估了模型的robotness 那我們提出了這個optimization algorithm 也有效地去節省了這個 攻擊的空間還有時間的成本 那我們透過轉移性的實驗 也證明了我們的攻擊策略呢 其實是可以有效地轉移到 其他使用類似特徵的不同模型上的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對抗式樣本本身呢 是具有可轉移性的 那透過這個實驗的結果 也顯示我們所提出來的攻擊 可以作為這個 對於這個模型的robotness的評估呢 是有幫助的 而未來呢 我們希望可以將這樣子的 攻擊系統呢 擴展到其他 以不同特徵訓練的detector 或者是classifier上面 這將有助於讓我們的實驗呢 更加的全面 而不僅限於在這種 基於圖特徵的模型上 那另外呢 我們也發現說其實 那個可解釋性的方法 也就是expendability的部分 在對抗式攻擊上面的利用呢 是十分值得關注的 那我們認為就是利用這種可解釋性的方法 可能就會導致黑核模型的隱私被窺探 等於可以幫助我們去了解黑核模型的思路 那這樣可能會導致對抗式攻擊變成一件毫無挑戰性的事情 那未來呢 我們會嘗試利用這種可解釋性的方法 去對這個黑核模型的對抗式攻擊呢 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 以作為我們未來在設計更安全的model上的一個參考的依據 那我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 好 那我們感謝鄭老師跟我們的洋同學 然後我們先讓現場的同學開放問題 有沒有人要先問問題的 有沒有 然後那個線上好像有一題有人問 我看一下喔 你看得到嗎 他是說 如果能看到 如果只能看到level的話 如果在不看到level的情況下 能夠成立嗎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也有看到相關的研究 那 因為我們目前的優化演算法 其實還是參考這個confidence的變化的 如果沒有辦法看到的話 可能 會比較難攻擊成功 但 但還是 對 基本上是這樣 還有 還有一題 我覺得應該是需要level 因為這個是classified的問題 還發不到二層層層 所以 level是需要的 然後第二個問題應該是 研究中的模型跟深度學習都算小的模型 如果在沒有detector設計上 能夠比較複雜模型 像transformer或是encoder decoder 這個攻擊還能成立嗎 其實這個就是要看那個 我們detector一般參考的feature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設計的這個detector呢 它其實是 我們今天攻擊的這個目標detector 其實是比較偏向structure的 那我們的payload設計也是偏向影響這個方面 那如果它沒有考慮到我們攻擊的feature的話 就比較難產生影響 其實這是adversarial attack的非常常見的問題 就是它可能會比較有針對性一點 就是 對於那種廣泛攻擊 可能還是大家目前在挑戰的一件事情 我其實有個問題 因為剛剛講的detector有四個model 對不對 所以你的detector是 把你的二層層層抓到feature space之後 在feature space偵測的嗎 然後但是 因為樣本已經有label了 所以要希望能夠 在feature space用這四個model 能夠看看它能夠識別二一或不是二一的正確率 對不對 這個只是我們的目標檢測器 那我們攻擊的部分 就是要繞過這樣子的檢測器 對 我另外一個問題是那個 你feature space轉換是把它轉成 cograde control flow 然後算成一個數值嗎 那個feature space 你這邊好像沒有設備說明怎麼轉換 有嗎 左側 左側那個就是我們取的一些特徵 像是 我們的node 就因為我們是轉成那個control flow graph 也就是cfg的部分 然後左邊那些特徵就是像node的數啊 edge數還有那個degree 還有那個節點分佈的密度啊 或者中心性等等的內容 然後我們的那個目標的detector 其實還有參考像是opcode的一些相關特徵 去做一些這個計算這樣子 所以用這些特徵做出來算一個綜合的分數 是嗎 feature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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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問題我看一下 好像還有一個就是 後面那個可以幫我捲 往下捲一下 蛤 蛤 蛤 這是第一題啊 那用來實驗的6000個樣本 他想知道grond true啦 就是說你原來做research這個malware 這個dataset 他應該裡面你的inductive bios 大概講他會分成幾個group 或是family 你們有些什麼 我們這個dataset裡面的family數的話 包含沒有很多 只有那個mirai跟bashlight 因為我們不是做分類 我們目前的這個攻擊的目標檢測器 其實是detector 也就是說他只有做這個malware 還是bnetware的辨識 那我們後續的研究 確實有嘗試在那個classifier上面 去做adversarial attack 跟那個backdoor attack的部分這樣 其實做IoT研究來講 其實常有困擾 是IoT的樣本family不多 所以大部分來講都蠻專一 所以這也是 我覺得這個未來可以加強 就是你實驗的資料多樣性 可能還比較小一點 對 還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演算法優化的localmine 喔 這個他就是用了那個sortectic的那個random的資料 來盡量達到最佳化 類似sgd的方式嘛對不對 不太一樣嗎 你在他這樣optimization的時候 你如何繞過localmine嗎 給你加了那個sortectic的random data 對 其實這個部分就是加一個random的參數 然後來 來讓我們的那個confidence的預測 那邊有一個接受範圍 它其實不一定會接受 它有可能不接受 然後來增加更多不同的組合的機會而已 在這個部分優化的話 就是老師說 前面提到他想克服的問題 因為目前在feature space上面 可能會做這個gradient的計算 他就可以找到非常精確的解 但那個gradient的結果呢 又很難去對應到這個problem space上面的部分 這是老師現在 老師帶領我們實驗室現在目前想要去做的方向 就是去解決這個problem space跟feature space的對應上的問題 這我可以補充一下 一般來講在最佳化問題要解決localmine嗎 其實現在有很多方法是可以幾乎找到最好的localmine嗎 基本上已經是globalmine嗎的方法 像SGD的這些最佳化方法都是這樣子 那它為什麼達到這個現象呢 數學上目前是個謎團 是個謎團 是需要資料科學家繼續探索的 那我們可能時間是差不多了 抱歉因為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如果在現場的話歡迎再跟講者來做討論 那今天的話因為時間上的關係呢 我們下一場議程也很快要開始了 那我們先熱情的謝謝我們的楊同學跟鄭老師 謝謝